那你觉得在这起事件当中,魏泽西的家人跟他是不是一定要负上一些小小的责任呢? 例如就是说他可能只是去搜索这个医院嘛,可是他没有特别去搜索这个跟Stanford大学所合作的这个医疗法。 还是其实这个医疗法其实百度会好像特别掩盖呢?还是什么? 我觉得百度在这个角色应该是没有做太多什么事情啦。 他只是打一个广告这样子是不是? 对,那么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这个家属也需要负责任。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他的家属就可能对于互联网的这种,第一个是对于互联网的可能不了解。 那么第二个是对于说百度的一种相信。 所以就这样。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魏泽西的这一个病啊, 这个所谓的瘤,他可能他已经问了很多在他当地的医院, 大家都给他的那个希望都渺茫了。 然后突然间就是在搜索影局上面发现一个希望, 那么就全家人就反正就博一下嘛。 那么就这样,然后就再加上相信这个医生的各方面的所谓的假知识也好, 一些互有成分的东西也好。 那么就我觉得,所以我还是认为当有这个网上需要有这个信息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就是各方面去核实,尤其是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是,还得是需要通过身边各个方面的一些渠道去询问一下的。 对。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谷歌,也提到百度, 谷歌曾经也面对着这些这样子的问题, 曾经也上过法庭,罚过款。 那么现在想问一下谷歌他经过这些过去的过世之后, 他现在的改善和改变是不是很成熟的一套作业系统了呢? 现在基本上他设立了很多我认为比较完善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像这一类的,有关系到人命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个医院啊,这个药啊,尤其是药物等等啊, 这些基本上这些广告他都不给上了。 那么像Facebook也是一样。 那么第二类呢,像这种所谓的毒啊,色情啊等等啊, 只要太过分了,他基本上也是不给上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有毒,有色情,还有医药类的都不要上了。 对,他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分类,越来越严格,很多分类是不给上广告的啦。 但是当然他们会用回一种自然的方法,去把它的排名提升。 但是谷歌在这一方面呢,他已经越来越智能化了。 所以他会知道说你这一个文章是照做出来的,是真的假的。 啊,他的整个的这个引擎都会去分辨出来。 哦,那这个算是蛮科技化的一个东西, 但基本上他们要讲去分辨出来这个东西的。 呃,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说我是史丹福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认证。 那么他的引擎呢,会自然的跑到这个史丹福大学的这个,呃,或是史丹福相关的资料上面去审核。 哦,OK。 哦,对,所以他会知道。 哦,那因为现在其实在中国这个现象,呃,百度算是一网独大嘛。 对。 那,因为如果呢,这个情况现在发生在于,他,如果还有谷歌,还有Wikipedia, 还有像Yahoo这种其他,更多的这些,呃,这些引擎,搜索引擎。 那么,会不会,呃,就是,呃,选择多了, 然后,就不会,呃,这个竞价的这个问题就不会这么多,提高。 呃,呃,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还是要回到,我觉得这些搜索引擎本,呃,它本身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设定, 哦。 因为对于做生意的人很简单,你有,呃,谷歌,你有Wikipedia,你有可能,呃, 比如说其他的这种所谓商业化的搜索引擎的话, 对于我来讲,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全部往广告我也要上。 哦,OK。 啊,那如果说这个上去过后,这个搜索引擎是不是愿意去做, 就有这个很严格的审核呢? 啊,那么就因人而异了。 哦,那对于,呃,因为你本身也是做这个行业的嘛。 那你之前你在做一个了解,在做一个research之前, 用户基本上他的心态,会在,会比较相信网络上的这些搜索引擎的内容, 还是比较相信这些紫媒这些内容呢? 呃,到目前的趋势啊,我想大部分人第一个时间想到有问题, 他会先到第一个,现在其实对搜索引擎有个影响的是这个, 这个所谓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 是。 所以他会在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上面去问,啊, 或是去找,从他的圈子里面去找答案,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他就会去搜索引擎去找答案。 那我很少看见人会去所谓的传统的媒体上面去找答案, 在这个阶段啦。 嗯。 所以现在是日本人为什么都要在网络上做声音就对了。 对,对。 比较快。 对。 嗯。 你看刚才我们就是,呃,也也也谈到谷歌这方面的一些改良的一些措施哈。 呃,那么这个分类它,它分的还挺细的。 这些挺细,而且它的人工智能化,包括它的机器的智能化还是蛮高的, 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呃,在这方面就是,假如说, 我们就以医,医,医药来举例吧。 医疗其实它不仅,它不是所有的医疗,它就都是不好的。 它有些好的医疗,也有好的一些医药可以推广的。 那么针对这一个部分,或者是说,呃,谷歌, 现在它是怎,采取的怎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 呃,你,你,麻烦你再说一下。 就是,关于医药这部分,就是谷歌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它的广化。 广告问题的,还是它只要是医药类的,它都不接? 还是一部分可以接,一部分不接? 目前,呃,医药类的很多,基本上它都不接啦。 除非你是有具备那个资格啦。 嗯,这个,这个是不是需要通过当事人出示一些证明啊, 还是美国的医药监管局的一些证明,才能够给你登广告呢? 对的,对的,像现在,举个例子,像现在的电子商务网站。 嗯,像比如说淘宝啊,像这类的所谓的平台。 嗯,他们也是一样,你必须出,出具这个所谓的资质。 嗯。啊,那么各方面他们调查了,它才给你上。 嗯,现在淘宝也是这样子吗? 也是需要出认一些相关的证明,它才能给你把这个产品上让来。 对,对,因为以前啊,淘宝之前也是有很多的假, 什么都有假,假药啊,假什么的。 嗯。 所以,后来淘宝就出具了这种所谓,呃,新的一种条规啦。 哦,就是直接就把这个,就需要有这种资质,它才给你上。 因为要不然的话,以前就开始因为这种互联网的,呃,的起来。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种产业链就开始上来的。 那么有很多人就仿了,比如说某些药的药名啊, 什么之类的,就放到淘宝上面去卖。 那么可能,比如说医院是卖个200块钱, 或是外面卖个100块钱。 但是在淘宝上面可能是50块钱。 可是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他是分辨不出来的。 他就觉得,哎,我突然找到了便宜,啊,那我就买淘宝的。 结果没想到那个,其实就是一种假冒的药来的。 嗯哼。 其实现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百度问题, 之前淘宝也有类似的问题, 只不过大家没有炒出来,或者是说因为淘宝而致人命的, 没炒出来,或者是没有出现。 对,对。 我们可以预设一下, 假如说真的以后, 之前呢, 淘宝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些措施和调规的话, 他卖出了一剂假药, 这个假药使得一个人就失去了生命。 这么一个, 这事情估计当时也会引起不少的一些轰动。 我们就会说, 哎呀,我们不应该信, 就如今天, 我们不应该信百度了, 现在我们也会说, 我们不应该信淘宝了。 对,对,对。 看来, 其实网络无论是搞电子商务的也好, 还是无论搞搜索引擎的也好, 它都会承载着一些人, 承载着是, 承载着一些人民的这种寄予和希望的。 对, 因为怎么说, 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发生啊, 这个出现, 让很多事情变得很便利嘛, 很简单也很透明。 所以大家更需要有这种所谓分辨的能力, 我觉得在找这种资源的时候, 它不应该只看一方面, 而是要看多看几方面。 因为过去, 其实这种事情也有发生在过去的这种年代, 我们以前也经常看到报纸, 有人就一粒石头, 也可以骗人家几万块钱。 像这样的都有, 只是说以前是小范围, 但是现在是变成一下子, 比如好的事坏的事, 一下子传不止千里, 可能是几万里的。 那么其实如果这样子说, 会不会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认定说, 其实是互联网的错, 那其实可不可以我们也说成,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有责任, 因为他是他自己愿意去相信, 他自己说search出来的东西嘛, 那他没有经过一些更加多的调查以后, 他才去治疗这个病, 那有没有可能说, 其实是他在把那个责任, 一直都在推卸于互联网, 而不是把责任都自己扛在身上。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他都会要去, 要找到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啦, 那很不幸的是, 百度是大家的目标啦。 所以, 对,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是, 但是其实人生, 你看我们过去是不是信息时代, 现在我们已经是信息时代, 就像您所说, 我们要先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事, 我们首先到网上Facebook找一些朋友, 给自己确认一下, 然后确认完之后, 我们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因为我们这是信息时代, 我们是新一个时代的一群人, 这个时代的这群人就应该依靠这些信息, 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信息也好, 朋友圈也好, 还有其他的各个事情也好。 所以就是如如你刚刚所说的嘛,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百度的事情, 我们就不相信百度了, 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淘宝可能如果出现什么事情, 我们就不相信淘宝了, 可是问题在于, 我们就算不相信淘宝, 我们就算不相信百度, 那我们离不离开的, 离不离得开这些互联网, 这些收索引擎呢?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担心, 因为为什么啊, 我觉得你说离开是不太可能的啦, 今天很多人, 我时常问他们, 我说你, 你可以不要上飞速吗? 很多人都已经是说飞死不可了, 一定要上了啦, 那个电话是最, 只要没有带电话, 大家就觉得好像, 好像突然间很紧张啦, 就好像失去了一个依赖心一样, 我觉得现在是来到这样的年代, 加上下一代的, 90年代的, 或是在下一代的, 他们更加习惯, 可能从他一岁开始, 他就已经在用这样的东西了, 我觉得目前所有事情在发生, 那么这些互联网公司, 一定会去做下一步的考量, 举个例子, 现在百度假设, 他还要做这个所谓的医疗的这种广告, 那他会更认真的去, 有一个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像这个淘宝一样, 那第二个, 他可能说, 我除了这样做, 像我们看到谷歌已经有这样了, 你举个例子, 你在谷歌搜索这个所谓酒店的时候, ok, 他除了显示酒店的这个所谓的广告之外, 他也会在旁边把所有相关的网站, 把它列出来, 就是那种所谓的有评语的网站, 他再给你一个综合评语, 就是说大家说这个酒店是怎么样, 所以我相信慢慢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他们会开始逐步去完善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到时候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网站的时候, 搜索的时候, 我们不会只看到单方面的一个源头, 而是这个可能这个搜索引擎, 开始会帮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整理, 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有这样的一种智能化, 嗯, 是, 然后让自己去判断这件事情, 究竟自己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对, 嗯, 可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互联网, 网民们他们都一直, 呃, 就是带有很多, 就是发出一些很多, 呃, 负面新闻的波文啊, 这样子就是把一些假消息都传播给所有的人, 那么其实我们有什么方法是可以阻止这一件事情, 让人家的更加准确的去分析一件事情的对错呢? 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国家层面的东西啊, 呃, 提供这种服务, 或是比如说自由言论的这种平台上面的一个掌控, 像举个例子, 像,呃, 这些, 像废数, 啊, 像他们的这个情况就是说, 我看到不太对的东西, 我就可以去report, 啊, 能够尽快的能够把这个这种负面的信息, 能够进行一个所谓的过滤, 嗯, 啊, 呃, 类似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是逐步的, 它必须完善啊, 嗯, 是, 毕竟我们, 呃, 就说, 刚才所说, 其实我们年轻人, 或者我们现代人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互联网, 呃, 它, 它会交给我们很多东西, 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方面面的一种影响, 呃, 就像您所说, 我们也需要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整治, 因为就像我们过去一样, 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 我们需要法律来, 来治理我们的国家, 需要, 需要法律来稳定我们的社会, 对, 但是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世界里边, 我们也需要互联网世界里边的法律, 法规, 约束我们自己本身每个人的行为, 对, 对, 但是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声音啊, 就是说, 呃, 我们有, 我们民主人权自由, 对, 我们不希望在互联网上自己的民主人权自由, 就受到限制和破坏, 是, 你有这样一个声音? 呃, 有, 的确, 因为大家在网上面是言论自由嘛, 所以像, 所以我刚才讲了, 有一些言论自由, 只要它不影响, 呃, 太多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过的, 但是有一些言论自由,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的, 他直接, 就是去报告, 比如说有一百个人来告诉你, 这个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或者这个东西都是很恶心的, 或者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那对于我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提供方, 那我可能就要很很很注意了, 开始去审核, 这个东西是不是, 是不是很太负面了, 嗯嗯, 啊, 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对于个个人的言行, 如果是限制到自己的范围当中, 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一种声誉, 名声和安全的话, 这样的言论是可以接受的, 对, 如果你的言论和你的一些信息影响到别人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了, 那么这就是有害的一些信息, 就不得不管之了, 对, 嗯, 假如我们又设想一下, 呃, 本身这个, 呃, 百度搜索引擎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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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信息, 它是一个商业运作了, 呃, 但是假如说一个人他就写了一则信息, 这则信息呢, 他也没有经过证实, 也许他也看过经过转载出来的, 呃, 他感觉以,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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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它给转载或者写下了, 但别人看到这个治疗方法也许, 呃, 也许挺傻的, 哈, 然后也许经过很多人的这个赞赞赞, 因为互联网世界很神秘的, 你也不知道这个赞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吧, 然后赞赞赞, 他就相信了这个事情, 相信这个事情经过这个治疗, 结果就使他, 呃, 也许受到身体上的一些损伤和损害了, 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你说我们要怨谁呢? 怨百度, 怨互联网, 还是怨这个互联网世界当中的那个陌生人呢? 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啊, 因为我刚讲的分辨这个信息啊, 大家真的要自己去多方面分辨, 而不是单方面的靠一方面的信息, 我们说哪怕是在现实社会中,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传统社会, 那就在某个杂志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看到的信息有, 我觉得尤其是会影响到很重大的这个可能自身的问题啊, 等等的, 我觉得还是要多方面再审核一下了, 那曹博士啊, 我有个问题啊, 呃, 你是那个互联网网业模式的第一人嘛, 那请问是多久以前开始的呢? 多久啊, 我是1996年进入互联网行业啊, 啊, 那96年到现在, 整个互联网的走向有什么改, 什么样的改变? 呃, 呃, 其实我们看啊,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互联网经过了几个阶段, 从第一个阶段, 是所谓这一个, 啊, 我们讲这个, 呃, 电子商务的阶段, 呃, 对, 电子商务阶段, 然后我们有看到这个搜索引擎的阶段, 那么到后来这个所谓社交媒体的, 呃, 这个阶段, 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共享经济, 所谓O2O等等, 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它都逐步的一直在, 在演变当中了, 啊, 啊, 那这个演变它的驱动力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变? 啊, 因为人都好像一个婴儿一样嘛, 他出生总是要一步一步来嘛, 所以最早期人家的需求就在于搜索, 啊, 那么大家发现, 有了搜索过后, 大家就有商务的需求, 嗯, 那么有了商务过后, 后来就有了人的需求啊, 就圈子, 就是社交媒体嘛, 然后人的需求有了, 过后现在越演变, 就是大家把我们有过度的这个资源, 所以现在开始就有所谓的共享的这种, 这种概念就出来了嘛, 那么在下一波, 那么现在大家又在谈所谓的大数据, 就是说我们现在网上的数据已经很多了, 很多的网名了, 那么现在这些数据能不能把它变成更有价值呢? 啊, 然后我们又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些所谓的, 啊, 这个物联网等等, 啊, 万物呢, 怎么跟物联网去连接起来呢? 啊, 啊, 这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演变, 嗯, 是, 其实你看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演变, 呃, 它似乎它存在着很多诱人的东西, 然后也便利于我们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但同时它也有一些漏洞,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魏泽西事件, 它是搜索引擎的这个和商业之间的这个挂钩, 呃, 之间的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呃, 你看你刚才所说的搜索引擎阶段, 然后电子商务阶段, 呃, 然后现在是人的社交媒体阶段, 然后还有这个P2P共享经济阶段, 然后到现在我们大数据阶段, 这不同的阶段其实都它都存在着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 呃, 它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 很多很好的变化, 但同时它也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度在里面, 您认为就分别这几个阶段来说, 呃, 目前我们是处在一个共产经济的阶段, 或者是电子生物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或者是我们刚才之前的这个人际交往的人际圈阶段, 其实多多少少也谈到了, 呃, 呃, 我们是需要一个网络网络人, 就是呃, 呃, 人权或者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度管制的, 但同时我们现在是共享经济阶段的话, 你认为我们应该最注意的应该是什么, 避免我们在从中受到一些破坏, 呃, 我觉得, 嗯,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来到一种颠覆性的年时代啦, 因为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很多过去我们是有法律去保护一些行业嘛, 嗯, 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啊, 但是现在呢因为图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 而每一天有不同的所谓颠覆性的所谓的这种商业模式, 或是这种思维出来, 所以法律上面呢是很难跟上去的, 嗯, 所以法律呢通常是先有这个事情, 它才有这个法律啊, 是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形啊, 呃, 大家就是, 呃, 在去试用,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就是自身肯定是觉得是有价值的, 嗯, 那么在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觉得就是顺应咯, 顺应这个所谓它的自然法则, 那如果说它到后面是, 大家觉得是很不自然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问题的了, 啊, 那我相信呢, 如果只要这个东西是它是很很好的, 很有价值的, 迟早会有一个所谓的法律法规, 啊, 就会出来去让这个东西, 有一个很很健康的成长发展这样, 呃, 其实之前我, 我们因为我们上期也谈, 跟您谈到这个互联网的共享境界, P2P的这个模式, 现在这个模式其实还是, 呃, 初始的, 或者是说做了挺多年了, 但是还是出于一个相对的一个年轻的阶段, 然后在这个阶段当中, 确实也缺少很多法律的约束, 就造成了有一些人就被骗了, 嗯, 还蛮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规范的, 那么未来, 我们说谈到未来, 哈, 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时代, 大数据的时代, 您认为, 呃, 我, 就是,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同时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 呃, 或不小心会带来怎样的伤害呢? 呃, 我说觉得从变化上面肯定是有好有坏的了, 那么第一个从好的角度来讲, 所以我只要跟大家讲呢, 今天, 呃, 比如说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传统上面, 其实我们是很单一的, 嗯, 但是在互联网上面呢, 他所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很多方面的, 那再举个例子说, 呃, 现在比如说贷款, 啊, 过去呢, 银行都是依靠所为他们自己的一种, 啊, 等等, 啊, 但是是很单一的,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你可能去贷款在一些小东西上面, 银行可能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但是在互联网上面呢, 这些所有的数据都被收集了, 所以呢, 当这个, 我们就网上就发现, 呃, 他只要去网上这个数据做一些所谓的分析,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他在网上的这种所谓信用度, 啊, 或是在哪里消费的这个信用度是如何的, 如果好的话, 那可能就在网上他会建立一个所谓他的一种, 啊, 自身的一种境遇, 嗯, 啊, 那么在后面呢, 他借贷啊, 等等啊, 他的, 所谓的将来的, 所谓的这条路啊, 可能就越来越好走了, 嗯, 啊, 这是从好的角度, 我们去看这东西, 那当然从坏的角度, 我觉得, 就刚才你讲的, 也会有人去滥用, 啊, 滥用, 比如说, 刚刚我们讲的情况, 就会有人说, 诶, 诶, 既然这么透明, 所以, 当然, 都有好有坏, 但是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又有一群人, 啊, 又有一群人, 他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啊, 希望把这些事情, 啊, 就是能够慢慢的把它做好, 嗯, 啊, 所以我觉得, 对于大家来讲, 啊, 因为我们在学校啊, 目前在我们的传统的学校里面, 啊, 在互联网的教育还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嗯, 啊, 我们接触的还是比较传统的东西, 但是, 我相信在下来的日子当中呢, 这一方面的信息和教育会越来越多, 啊, 所以, 当大家这个东西提升的时候, 它就有分辨能力, 那么我就知道说, 这个坏的呢, 啊, 我相信还是会有人被骗, 绝对的, 啊, 是, 就像是, 就像现在我们的社会一样, 我们有法律, 但依然会有人犯罪, 对, 对, 但是我们知道会慢慢的减少了, 这样子, 嗯, 是, 好, 谢谢, 谢谢今天, 曹博士幽默的这段分享, 非常感谢你, 非常精彩, 谢谢, 嗯, 我们也受益匪浅,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是, 刚才与曹博士的这段分享, 确实哈, 可以感受到, 其实我们未来世界, 现在还感觉不到我们还, 现在生活在有食物实体的这么一个社会当中, 其实呢, 我们现在已然身处在信息时代了, 我们的周围的都是信息, 我们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感觉就像是美国的这种电影就出现了哈, 然后你看我们交朋友需要在网上, 有时候我们吃饭订餐需要在网上手机上, 我们开车用GPS也需要有手机了,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在做节目, 在做节目我们需要通过Facebook给大家呈现, 也是需要学网络社交, 然后我们要去哪里有, 我们还得需要通过这个网络来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 联络一些朋友, 哎呀, 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 没有哪一样离不开网络了。 对, 就好像刚刚我们说这样的吧, 我们生气他, 我们去讲他的错, 我们不信任他, 可是最后, 其实我们太依赖网络了, 网络, 而且是在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是没有一个法律可以真正的去制定网络上, 得要网络走入现实社会, 我们法律才有办法去对付它, 那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 这样子一个虚拟的环境之下, 那谁来保护我们呢, 当然是我们得要先保护我们自己, 得要先有自己的判断力, 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追随, 去追从。 嗯, 是, 对, 那同时呢, 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要在网络上, 因为现在我们都在用网络上, 搜寻嘛,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用它的话, 那请你真的是认真的思考, 认真的去做好一些research看, 不要就是再有一些未哲息事件发生, 而且如果你选择了去相信它, 那么就不要怪罪于它, 因为那个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去强逼你去相信它, 嗯, 对, 所以这个判断力还是要会有啦, 我觉得。 嗯, 是, 呃, 一方面我们是需要自己的一个判断力, 但同时呢, 也需要我们这个, 呃, 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真实的面向哈, 因为你看假如说我是魏泽希的话, 或者父母的话, 我也很容易会相信, 为什么呢? 这件事情, 呃,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过这个主任, 证明这个主任应该是不错, 他都上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 然后同时呢, 呃, 其他的这些媒体百度搜索引擎, 第一个就搜索到他, 也是相信的, 然后, 呃, 同时他, 他也从网上找了其他的信息啊, 也, 然后也跟了这个医生联络, 而且这个第二五总警医院是全国三甲医院的,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让人值得相信的, 事情, 所以这几个点, 就连起来会让我相信他, 那我就去了, 那么是不是这个社会给我提供了一种假的信息呢? 而且这个给我提供假信息人, 他的权威性又那么高, 那我就会相信的, 呃, 所以, 尤其是在呃, 呃, 魏哲希父母的在这个, 这起世界的那个角度, 我们以他的角度来想, 其实他们处于一种, 已经很无助, 已经很无奈, 其实任何, 你现在丢给他一块腹板, 他都觉得是, 可以解救他的一个东西, 他会为了任何东西来去, 呃, 救他的儿子的魏哲希, 当然这个, 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当然网民是有在呃, 批评就是说,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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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情况之下, 就是为了, 就是自己, 就自己的孩子, 就直接, 忙一忙的, 就这样摘下去, 当然, 可能他们, 也没有那种, 足够的指示去想说, 哦, 我还要去搜索, 可能这个Stanford,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一般, 也是因为他们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是, 百度在里面是一个, 一网, 一网独大的一个网, 一个网站, 所以他们没有其他的, 搜索引擎, 没有, 可能没有更多其他的, 这个资讯进来, 嗯哼, 可能这个事物, 会有这个事物, 嗯哼, 这场悲剧的发生, 对, 这也是就是有一些, 这些原因存在, 呃, 同时呢, 我们就是也这样子的一种, 呃, 希望, 其实人生活在一个人,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是很无力的, 很弱小的, 你需要通过知识来丰富自己, 才让自己明智, 才让自己知道是非, 呃, 错误, 还有正确的事情, 呃, 但是不仅仅你读书, 不仅仅你, 你能够, 你能, 你得, 获得知识, 你就能看清世界, 也许世界会以另外的一种面向, 在面对着你, 你就会被那种面向所感动, 所相信, 呃,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 呃, 呃, 它是完全,呃, 呃, 有操纵在那部分有权力, 然后有钱的人的这个手里在运作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呃, 呃, 我们也希望就是, 就像法律一样哈, 我们互联网世界也是需要法律的, 像法律, 也许法律有的人是认为是, 它维护统治阶级的一个根本利益的, 同时它也是普通民众根本利益的最大化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呃, 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同时我们希望在互联网世界另外的一个世界, 也给大家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法律, 这样的法律也许它某种程度上也是维护互联网顶层建筑那些人的根本利益的, 但是同时它也是为了普通的, 我们每个人人权的基本人权的平均化的最大的公约数来做的一种考量, 呃,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 呃, 它也是最公平的一个一个方式去做的。 对, 当然我也相信, 我, 我们可以相信的事情, 对于未来的这个社会上来讲, 未来这个世界, 未来这个时代来说, 网络可能真的会有这个法律存在, 当然网络跟真实的生活已经混在一起, 已经是你分不清这个网络世界跟这个现实社会,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还可以再稍稍分辨一些, 可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在出现, 已经接触这些网络时代了, 可能真的到了他们那个时代以后,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网络,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去制裁他们, 可能制裁他们的犯罪分子那些。 嗯, 是, 是, 讲到这一点我在想, 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以后的孩子们, 他们会有另外的一个网络, 我们网络不仅仅是一维的, 有二维有三维有四维, 它整是一个四维空间的, 我们老人呢有一维的空间去网络, 二维的是年轻人, 三维的是再年轻的人, 就很丰富的一个网络世界的梦想了。 对, 以后大家都是钢铁侠了。 哈哈哈, 呃, 好, 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 谢谢。 谢谢。 下次一起见, 拜拜。